我們現在做這一題,也是基礎題的部分 我們看看題目,就給了兩個資料我們 ABF就是x加25度 EDF就是x減25度 其實這裏就是一個圓內接四邊形的題型 第一步就是要找回這個角是多少 之後就用原來接四邊形的對角 我們就可以找回X的值是多少 所以我們第一步就是找這個角 角的CDF 其實等於180度 減這個角的FDE 因為它是一條直線來的 所以這裏就是用直線上的輪角去找出來的 所以我們找到是180度 減這個X,減25度 我們再去看看 我們現在就找到這兩個角 其實我們可以用回同一個方法 也是直線上的輪角 我們找到這個角的CBF 又是等於180度 減這個角的ABF 所以就是180度 減這個X加25度 就是圓內接四邊形的對角 然後我們現在就找到這兩個角 我們就用回圓內接四邊形的對角 因為對角的特性就是相加180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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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這個角的 就是CBF 加這個角 CBF 其實是180度 就是圓內接四邊形的對角 那我們就在上面這裏 其實就找了這兩個角 分別是多少 其實就是第一個 這個CBF 180度 減X加25度 另外這個CBF 就是180度 減X減X減25度 就是180度 我們經過它的運算之後 其實找到X 其實是90度 這裏我們都是用回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直線上的輪角 第二個方法就是 原來接四邊形的特性 用這兩個方法就可以找到這個答案